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世间也免不了颇天浩劫 悟空究竟因何必逝 则要从那众说纷纭的师门纵火一事说起 相传悟空因与师门不睦 一气之下纵火烧山 天界诸神震怒 师妹小玉为其说情 备将天罚不幸允命 悟空因而怒激天助 引得三界震荡 群魔出世 一派胡言 我即便是与那些老神仙相看两眼 但尊师重道之意怎会轻弃 还真是空穴来风 吹无望之火 有谁曾亲眼所见 吓过一跳 那照你所言 小玉师妹的死又是怎么回事 小玉 她不过是遵循本心 道出真相吧 她的生死又有谁会在意 老姑 说真话也要被天罚 神仙的世界这么可怕吗 姑 哎 可怕的不是神仙的世界 而是人心 哈 不想先生竟也耳鸣慕慧 识得天理 要是那些迂腐的神仙也能如此 何至天助尽毁山崩地裂 我要击碎这满天神佛的虚伪 得自己的道 我要众生平等 要万物长生 要这世界蓬勃安乐 哎哎哎 好帅哥好帅哥 我后来呢 高天一梦啊 念从心起 善恶本无缘 我似有所悟 然放眼空蒙混沌 诸神皆在我脚下 却无处救众生 我该如何 我自如何 我 人呢 好神恶果 先生快请接着说话 后来时空裂隙大开 蛇妖魔杖趁虚而入 为祸世间 怎奈这蛇妖太过强大 众生灵联手应对 亦不可阻挡 前军一发之际 一道洒然身影 脚踏彩云迅捷而至 他手持如意金箍棒 朝向大蛇 骇然挥击 只晓得天地变色 雷霆不绝 来者正是悟空 他残悟至理 于混沌中得正真无 如他所言 善恶本无缘万年皆有心情 一棍挥出天翻地覆 大蛇灾恶就此消弭 人世间重获安宁 心内方寸万物始终 或许一切的根源正在人心 是非对错 转瞬皆空 执念而耳 前尘一貌 将行何处 且看大圣行游世间 下回恩解